第四十一集 第四十一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葉寬寬小葉的Don't Stop Together 今天是新手教學的第四十一集喔 那今天這集呢 我打算要來蓋一個 兔人龍場 嗯...那也不能說兔人龍場 應該說是刷肉機吧 兔人的刷肉機 那這個刷肉的方法是會用 火燒的方法喔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蠻矛盾的 因為 如果你是缺食物去蓋的話 你應該蓋不出來 可是如果你 蓋得出來的時候也不會怎麼缺食物啦 那反正它就只是一個 可以讓你輕鬆把兔人殺掉的裝置 那...你愛什麼時候蓋都可以啦 因為這個東西你蓋兔人物的話 其實它會消耗到那個胡蘿蔔嘛 你就等於用食物來蓋一個食物生產 那如果你缺食物的話也不可能用食物去做一個食物生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蠻矛盾的啦 不過 這是個方法啦 這個方法 教給你們 那你們什麼時候蓋都可以 喔...你只要有能力猜這個兔物啊 基本上就會開始來造這一套模組喔 那... 比較貴的話 前期的話可能是齒輪 齒輪你一定要蓋一個雪球機給它 因為我會用火燒的方法 所以... 就看你了 看你什麼時候要蓋 那... 欸... 後期蓋的話 像我現在蓋了... 蓋的話其實就只是把它當成一個... 建築物這樣子喔 因為其實我這個短已經玩到... 欸... 地面上的啊 地底的王啊 全部都通過一次了 我們上一集交的那個... 大餐廚也大了嘛 所以基本上... 王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當然還有海象的部分我還沒有出海啦 那海象的部分就留到之後啦 喔...之後我再一口氣把它講完 因為海象也要準備很多東西啦 所以... 我先把陸地上面的一些東西交一交這樣子吧 那... 所以... 其實我這個短算是已經玩到後期了 喔... 算是400多天 喔... 423天 可是對我來說已經是... 算是後期了啦 那後期的話... 很多人都會問 欸... 為什麼有先玩到... 一兩千啊... 三千週啊... 他們都在幹嘛 那就是像我今天的... 蓋一些有的沒的模組喔 像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蓋這個... 兔人模組 那記得我們之前不是說... 這一代可以留到後面再探嗎 喔... 就是... 只要你要蓋兔人的話 你就去這一代去找那個... 兔人村莊喔 然後去把它的兔人屋拆回來用 然後我們之前... 嗯... 這邊是有一些兔人屋啦 可是那個... 洞口... 我也... 不知道是哪邊下去的 嗯... 我們可以過去把這邊... 哇... 對對對... 這邊有整圈 喔... 這些兔人屋全部拆回去吧 那基本上如果你是用槌子拆的話 就是兩間拆掉可以合回一間的兔屋 然後我們這一次用的裝置大概需要... 不是大概是需要十八間 所以我們總共要拆三十六間喔 那當然如果你有那個... 綠寶石髮杖阿... 綠寶石項鍊阿... 那你可以... 減低那個... 合成的成本吧... 那也可以讓你小拆一點的... 兔屋喔... 那當然還有另外的一些方法啦... 不一定說一定要拆滿三十六間... 你才能回去蓋這個裝置... 你可以先蓋一個小型的... 然後用這個小型去刷更多的那個... 兔毛阿... 那個胡蘿蔔這樣子喔... 因為一間兔屋他是用這個... 兔毛胡蘿蔔再加木板來... 造成的喔... 兔毛胡蘿蔔... 然後這個... 木板喔... 那你要知道把這個兔人殺掉阿... 他也是會給你這個... 兔毛這樣子的... 當然他這個是... 機率性啦... 不過... 你的兔毛是可以... 透過這種方法來一直刷新嘛... 而且他一定會給你額外的胡蘿蔔... 胡蘿蔔也可以透過... 殺兔人的方式來刷...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 帶兩... 帶一間就好了... 你只要拆兩間... 帶一間回地面... 理論上你是可以越刷越多的啦... 只是說... 八要刷到什麼時候啦... 所以一般來說都會多帶個幾間這樣子喔... 這樣子你才比較好刷... 嗯...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看... 全部敲完吧... 把那邊全部敲滿... 所以我們過去那邊喔... 因為那邊之前就探過了啦... 然後我剛探的那個地方剛好就是盡頭喔... 不知道是連接到哪一邊喔... 嗯... 所以我們就先過去那邊... 把那邊的... 之前探到的全部拆一拆這樣子吧... 啊... 注意一看就是身上不要帶肉啦... 吼... 因為兔人會... 呃... 攻擊身上帶肉的... 生物... 所以你的肉記得包起來啦... 或者是你可以帶一隻哈奇... 等它去... 幫你... 放這個肉這樣子喔... 那這兩隻兔人我們也一樣是把它打掉... 好... 那這個肉我們就... 欸...沒辦法帶... 我應該帶哈奇出來的喔... 嗯...這樣子我就可以塞它身上了... 不過我們主要是這個啦... 要這個... 胡蘿蔔啦... 因為蓋兔屋的話... 一間兔屋需要十個胡蘿蔔這樣子喔... 那等等再教大家另外一個刷... 兔毛的方法喔... 那邊的兔人比較多... 欸... 先拿一個蔬菜... 拿一個蔬菜... 你也可以餵它胡蘿蔔啦... 我們要收買一隻兔人... 那這邊的做法就是... 你就收買... 其實收買一隻就可以了啦... 沒有沒有...看來... 綠蘑菇不行... 那給他蘿蔔... 好... 他應該會跟隨你了... 好好好... 那我們... 隨便去假打一隻... 假打的是... 你對他按攻擊... 可是... 要馬上... 收回來喔... 就是你看到你的人物要打下去的時候... 馬上要... 收回來... 不要真的打下去... 這個就是假打... 那假打就是導致他們內空... 他們內空的話... 就等他們自己去打就好了喔... 那這要注意啦... 如果你假打變成真打的話... 你會... 很刺激啦... 就會變成一群兔人來攻擊你啦... 然後剛剛那一組好像跑到外面去了... 對... 剛剛那一隻都是我收買的啦... 因為你... 你收買的那一隻你會... 看到他... 欸... 身上的名字這樣子... 就是你收買的那一隻... 那因為... 兔人會... 殘血的時候會跑啦... 比較麻煩啦... 那... 所以通常這種方法就是... 回到地面啦... 然後把他們圍起來... 然後再用假打的方式... 讓他們內空... 內空之後我們就可以刷這個... 胡蘿蔔啊... 然後... 兔毛這樣子喔... 等他打... 這邊要自己注意不要撿到肉了喔... 撿到肉的話就... 就很容易去世... 我們都只撿胡蘿蔔跟兔毛就好了... 那你也可以說... 在這邊用這種方法刷這個... 兔毛啦... 就不一定說要把他的房子都拆掉... 有點可惜喔... 這邊的大肉我撿不起來喔... 等他們假打真的... 恩... 帶上地面啦... 帶上地面圍起來... 那... 他們... 就是... 不能跑到太遠... 不然像剛剛那個... 跑超遠的... 這樣子很浪費時間啦... 然後啊... 現在這個時間啦... 他們會... 躲在這個屋子裡面... 這裡可以... 趁這段時間超出來... 然後把他殺掉啦... 可是這要注意就是... 那個... 時間變化... 那如果他變成那個... 黃... 那個黃蜂啊... 或是晚上的時候他就會... 跑出來了... 像我們現在是夏天嘛... 所以早上的時間比較長喔... 所以現在拆然後把殺掉的... 那個時間... 相對來說是比較長... 都... 那麼... 不會那麼容易暴斃啦... 不然你這邊打一打... 然後... 切到黃蜂的時候... 就是一群兔子追過來了... 這個就是自己注意了... 而且兔人最麻煩的是... 他會逃啊... 那... 可是因為... 這個... 黃蜂的... 呃... 早上的原因啦... 所以... 他逃一逃就會想睡覺... 然後也比較容易打... 只有早上啦... 只有早上可以... 好... 他睡著了... 然後就去... 偷襲他... 然後等他再睡一次... 好... 這邊要快喔... 因為... 我現在已經進入這個兔村的仇恨... 所以要嘛就是... 找... 呃... 黃蜂... 之前離開... 好... 要嘛就是... 趕快把他們都殺一殺... 坎普斯好像在地底是不會出來是不是啊... 這我倒是沒注意過耶... 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這個... 胡蘿蔔... 160... 欸... 胡蘿蔔是夠了喔... 不過兔毛不知道夠不夠... 我們需要72個兔毛... 哇... 這樣子還缺20個喔... 感覺我這邊拆完還是不夠... 喔... 沒了喔... 好...算了... 我們現在就差個時間左右... 那到時候再... 另外去刷... 或者是用那個... 綠寶石項鍊去做... 那我們先回地面吧... 嗯... 那我們這邊啊... 就選個地方來蓋... 那... 我自己已經選好的啦... 嗯... 我先下個魚喔... 喔...ok... 我是打算把它蓋在... 那個... 岩石區那邊... 岩石區的話... 是這一塊... 嗯... 這邊有一個空位啦... 我們身上也要解鎖... 對... 我們也要解鎖這個喔... 兔屋的... 藍圖... 來... 兔屋... 需要4個兔毛... 4個胡蘿蔔... 這樣子... 好... 那... 這種建築物不建議說... 蓋在那個... 靠近家的地方啦... 你的營地東西越多啊... 那那個... 在營地裡面的時候就會... 越卡這樣子喔... 那... 也沒有說一定要像我這麼遠啦... 只是因為我... 沒有什麼地方有跟這邊... 一樣是個空地... 所以我就選這邊... 喔... 這邊本來是蜘蛛礦區... 只是已經被我挖空了... 那... 剛好我就不需要去清理那個森林什麼的... 因為它這邊... 就算我以後去把地皮殘掉喔... 它這邊也不會長那個樹... 因為這邊是那個... 礦區地形喔... 欸... 記得要蓋壁雷針... 喔齁... 我們要回去補一下壁雷針這樣子... 然後還要再... 帶一個... 雪球機在身上... 這東西前期要蓋了... 唯一難點應該就是雪球機了吧... 那... 這壁雷針我們先隨便利喔... 這只是讓我們在這邊工作... 可以安全一點喔... 美觀的話也要在想喔... OK... 那我們先蓋壁尖屋出來... 先蓋壁尖... 哇... 又停雨了... 好... 那我們這壁... 這壁... 蓋出來之後... 欸... 以它為... 角落... 以它為角落... 我總共會蓋... 這邊是3間... 往這邊是6間這樣子喔...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兔屋不夠嘛... 所以我們就先把外圍的蓋壁... 那每壁間都是地皮的正中間喔... 然後... 然後這邊再過去6間嘛... 那... 所以你會發現中間這3間可以先不蓋... 這邊6棟的原因是因為... 雪球機最多最多啦... 只能包到6棟... 那當然如果... 你的... 你也不一定說一定要用雪球機包它... 我們等一下再講雪球機的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蓋到這裏... 因為它都是對稱的喔... 沒問題喔... 好... 然後中間... 來...我們就先蓋這間... 所以我們還缺幾間啦... 1...2...3...4... 還缺4間嘛... 那我們先把... 這邊... 突然給圍起來... 欸... 圍起來之前我們要先想這個... 雪球機要蓋的位置喔... 那...考慮到我們以後... 這邊過來嘛... 所以... 水球機放這邊... 那你會... 在這個... 2間... 突然屋的... 這個點... 剛好有這個點可以放... 我們就放在這個點上面... OK... 然後呢... 你要蓋一對門... 這對門呢... 是會放在這個雪球機這邊... 那... 再以這對門為... 呃... 那個開始喔... 蓋這個石牆過去喔... 那這邊要蓋到多少呢... 蓋到這個... 斜角的位置... 這個突屋斜角的位置... 有看到嗎... 這個突屋斜出來... 這樣子... 那這裡也是一樣... 會蓋到... 這個位置... OK... 那後面正面牆是直接全蓋的了... 所以就直接全蓋... 這裡的兔人出來之後... 其實還蠻愛事的啦... 以後就開始讓他們先智商殘殺啦... 那因為啊... 打他的人是... 兔人... 不會影響說... 欸...他出來的肉也是怪物肉啦... 因為不是我殺啦... 如果我殺的話... 他就是怪物肉了... 因為我現在看到是黑色... 那這個胡蘿蔔自己注意要剪喔... 不然會被他刺掉... OK... 那這邊快點時間喔... 把後面給包起來囉... 那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前面這邊... 前面這邊跟後面會有點不一樣啦... 前面這邊呢... 我會... 欸... 這邊還要蓋一些裝置這樣子喔... 所以門會放在這個位置... 好... 然後這裡... OK...那門的話是這裡... 恩... 他這對門... 有時候會這樣子喔... 所以... 我們可能要先... 先蓋另外一邊的喔... 然後這裡門... OK... 那... 這邊... 好了... 然後這邊圍起來... 之後這邊啦... 我們會蓋... 一個區塊出來... 看你要蓋多大喔... 這邊會蓋一二... 三四五六... 四乘以六的一個空間喔... 所以就是剛好把這一... 這一個地皮給包住... 我們這邊要補一個... 陶一轉盤... 那這邊記得當初我們做的那個啊... 狗狗陷阱不是說... 欸... 生物會認為這種東西可以穿過嘛... 那這邊也是有用到這個原理... 到時候會讓兔人認為這邊可以穿過... 那... 把所有兔人都集中在這個區塊... 那要怎麼... 讓他們認為這邊可以穿過了... 你只需要把這裡的門關起來... 打開這對門... 然後... 你身上帶一塊肉... 那這時候兔人就會對你有醜恨... 有醜恨他們就會全部... 從這邊跑... 他以為這邊可以出來打你... 實際上是不行... 然後他們就會全部集中在這個區塊上面了... 那這邊還沒完成的喔... 我們還要回去產一些的草根回來喔... 那這草根啊... 就看你... 你那邊... 欸... 留的空間有多大... 我剛剛是留了... 六四二十四格嘛... 那... 所以我們這邊... 產個... 二十四份就好了... 啊... 要多一份... 要二十五... 來... 這我們在這邊啦... 把這兩格的... 地皮產起來... 然後就在這邊種這個草根囉... 裡面是留四乘以六嘛... 所以應該二十四... 裡面是二十四... 有嗎...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 喔... 這邊二十而已喔... 好...沒關係... 那... 啊... 那個... 地皮要蓋回去了... 啊... 就看你要不要放回去... 那這裡的草不用施肥喔... 生病也不用管它... 然後這邊外面啦... 隨便找一個... 放一個草根... 隨便找一個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等個停雨... 然後... 來操作一遍吧... 嗯... 好了... 那... 現在這個雨差不多停了... 我剛剛發現我忘記一個喔... 還有一個東西要放了... 喔... 這邊我們還要放... 一個... 吸引兔人的食物喔... 你可以放這個... 起司蛋糕... 也可以放那些冬季... 聖宴的食品喔... 那注意一下冬季聖宴的某些食品喔... 它是... 有酸肉成分在裡面的... 比如說那個蛋奶酒阿... 那個東西就不能吸引兔人... 反而會... 引到兔人的仇恨... 那因為兔人會在... 晚上的時候出現嘛... 晚上的時候出來嘛... 所以我們你可以趁早上... 進來這邊... 打開這對門... 然後把這對門給關上... 之後是等兔人出來了... OK... 那兔人出來之後阿... 你就是撿起這塊肉... 吸引他們的仇恨... 你不要靠太近... 那這時候他們就認為說... 這邊可以出來... 然後全部跑進來了... OK... 全部跑進來... 他們現在目標是你喔... 你靠近的話他們會打你喔... 喔... 等他們全部出來之後... 你把你身上的肉丟著... 然後等他跑一段時間... 他有什麼結束阿... 什麼的... 那... 啊... 這蝙蝠是... 啊... 這蝙蝠有點麻煩喔... 你可能要選一個沒蝙蝠的地方喔... 我們先解決掉這個蝙蝠... 我們要讓那個兔人的仇恨... 結束... OK... 你看他們現在只對著這個... 呃... 指出爛槓嘛... 這樣子你才可以開門喔... 不然你現在開... 剛剛那個有蝙蝠的時候... 你開門他們會全部跑出來找蝙蝠喔... OK... 然後進去這邊... 把這對門給關上... 很重要... 這對門一定要關... OK... 然後再來就是... 去燒... 外面的這一個草根... 啊啊... 我們要先關掉雪球機... OK... 然後這邊注意看喔... 當你看到第一隻突然... 死掉喔... 第一隻突然死掉喔... OK... 要開雪球機... 滅火... 好... 這樣子就是一次... 喔... 這樣子就是燒完一次的... 突然囉... 然後你就會獲得大量的這個... 胡蘿蔔啊... 大肉啊... 兔馬這樣子喔... 然後我們... 上面還缺三間嘛... 不知道這邊剪完能不能把那三間蓋回來喔... 喔齁... 還可以多蓋兩間啦... 那... 我們就用個綠寶石項鍊吧... 那你們也不一定要用綠寶石項鍊... 反正你就多燒個幾次... 你的材料就夠了... 我這邊是懶而已喔... 不要學我這麼懶了... 最後一間... 那我們這個... 火燒兔人的裝置就完成了... 嗯... 那理論上你這個兔屋還可以再增加的啦... 往後再增加的啦... 往後再增加... 只是因為我... 這邊我是取這個雪球機剛好可以... 包的範圍啦... 那... 後面再加的話可能... 雪球機就包不到了... 那... 當然... 如果你用小額的話啦... 是不用擔心這邊的兔人物會燒起來啦... 所以你... 大可以多蓋... 後面大可以多蓋... 那...看你要蓋多少啦... 剛才這個... 十八件就很夠了... 這樣子燒一燒已經有一堆的肉啊... 那個... 欸... 胡蘿蔔這樣子喔... 那平常這堆門啦... 記得要關... 這堆門記得要關... 因為我說過... 這裡的建築物... 你沒有家宅的時候啊... 兔人是可以穿過出來的... 所以你這堆門如果不關的話... 平常的兔人可能就會... 因為這邊有東西吸引出來這裡... 然後你離開的時候... 他就會從這邊穿出來... 跑到外面去了... 那你下一次過來的話... 就比較麻煩這樣子喔... 所以... 這... 那堆門一定要關... 嗯... 然後這個洞可能也要解決一下... 因為他有點靠近這個火燒裝置喔... 那之後我們再來處理吧... 好吧... 那今天這集就先玩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忙按個讚... 用閃靠出數字更多... 動手推力有新手教學... 就記得訂閱... 或叫什麼想法... 不可以放在這幾下人格... 我是小葉...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會izja心的寶寶... 很想要喔... 不可以放在這幾下... 到了嗎...